今天我们用GGV来展示一下这套学测题的解析 这是参考中央老师的解析 对这道题呢 题目它现在有一个正立方题 然后给了一个向量 就是蓝色这条 这向量呢是1 2 3 那还有这个P点 P点呢2分之1 3分之1 4分之1 那我想要问说 如果先以P点沿着这方向做一条直线 那这直线呢会跟哪些平面有交 当然了这个题目 这题目一开始会有个疑惑 就是说这个方向设 会不会从右边出去 还从上面出去 对那这边中央老师提供一个 把这交点算出来的方式 首先做个平行SY的平面 通过P点 这时候呢跟这条蓝色线交到S 也可以解出来S的坐标 接下来就可以取得SP向量 往上平移就可以解到Q点 往下平移就可以解到R点 那这时候呢 就计算一下Q跟R的坐标 由QR的坐标 就可以知道它位在上下平面 所以关键做法就是取得等高的点 再利用向量平移 我们就可以把这Q跟R的点都找到 我们不及时取得了 下集中的位置 在我们下集中的感应